童谣 你以前是因为觉得咱们异地 加时间对不上 谈恋爱就是浪费时间不如不谈 所以才找了一些 鸡马算品的小事 跟我吵了一架分手 现在你自己都是职业选手 你也应该明白 职业选手的日常 我那个时候 真的不是故意狼络你 我也一点都不想和你分手 KTV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不该骗你 是我不对 我也跟你道过歉 瑶瑶 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你在干吗 该不会穿着马甲 跟人家在铁巴上吵架吧 我有那么无聊吗 我觉得有 我看你就是没有 是 有不有成 我觉得 有必要发微博澄清一下这件事情 澄清什么 我 你 和简阳 根本没有什么电竞白蛇传 没必要 有必要 我不能就这样玷污了你的清白 你自己去看一下多半专组 是 儿子 我 没有的事 给我 别瞎猜 这是你 嗯 为什么 毒枪眼的事 你应该拿人来做 诚哥 干什么 你这是什么眼神 睡回去 虽然不知道 未来谁有心当你的陆夫人 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 有点羡慕她了 因为你一定会把她保护得很好 刀枪不入 风雨不轻 什么陆夫人 你是不是弱智啊 明天跟反弹体克约了公开训练赛 会放视频给粉丝看 好好打 不要丢人 大兵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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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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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 不要再纠缠了 你和陆思诚 喂 兄弟 喂 阿佳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问你 你是不是想问 童谣跟陆思诚的事 放心了 他们啥事没有 都是网上瞎传的 你别放心了 那我先玩游戏了 拜拜